维园安徽涉愿下游的浙江新安江水库 连续第二天开闸洩洪 星期三更加打开全部九个洩洪闸 是建成61年以来的第一次 而随着下游加大洩洪流量 一度被洪水围困的涉愿完成 洪水已经退去 来到洪水退散的第二天 看到街上仍然有不少杂物在 内地媒体报道涉愿被洪水淹没 除了持续暴雨之后 还因为上游多个水库开闸排红 居民批评政府没有事先通知洪洪 他们完全来不及收拾 昨天水来的时候 我在楼上看到沙发都冲走了 那隔壁老太婆家也有个磨头沙发 也就冲走了 我们又不敢下来来抓人都水到这里 就是政府这么多人 不作为 也没有人打电话叫我们搬家 就是早上水到家门口了 叫我们搞起来 没有时间抢救 不是天灾是人为 他说疫情以来没有生意 现在再受水灾打击 未来半年应该都做不到生意 经营餐厅的黄先生 店里面的食材和电器 全部都浸烂了 他初步怎么办 今次水灾大约损失五六万 还未计要停业半个月收拾 积水减退之后 当地的高考如期举行 考生都顺利到长应市 而星期二没有考的语文和数学科 就会在星期四补考 有家长说经历过洪水 觉得考试已经不重要 除了安徽涉源因为暴雨 要将首日的高考延期 在其他受灾省市也都有不少考生 出入问新解数附考 高考撞阵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暴雨 要安全去到考场一点都不容易 湖北黄梅这几个考生 就要脱衣衫选水走入考场 被洪水运住的就要坐铲泥车 和橡皮艇才能走得到 有五百个高考考生 因为不能准时到达 计划局已经帮他们安排保考 没有铲泥车和橡皮艇都不要紧 安徽的公安就用这东西送考生去考场 在我们下区有一个高考生被困 有到那个水大概一米二左右 有当时它那个箱子比较窄 那个屁花钱进去就进去不了 我们就后来用居民家里用一个找盆 那里就做了大概有上十个考生 然后送到考典去了 在湖北黄江星期三发生严重山泥轻射 有九人被埋 事发之后 现场只剩下房屋倒塌之后的残骑 救援人员到场搜救 现场的泥地非常松散 一踩 整只脚就踩进泥里面 贵州重途都发生山泥轻射 六人被困 七人失踪 发生意外的山坡长几百米 有多栋房屋被石泥和洪水包围 在湖南吉手 整条街都被淹没 暴雨洪水涌入民居 有人出栋同楼和大圣公 叫住流层低的市民疏散 长江谋域的水位继续超出境界線 中下游多个地区都提升暴雨预警 中央汽障台说 四个国家观察站的每一港雨量 突破历史新高